的確是聯準會美股是今晚一定要來看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看金管會 金管會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新任主委曾明宗 他今天一上任他就說了 大方向支持金融整病 這樣會對金融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嗎 那麼金融股的後世 要怎麼來觀察 有哪些個股可以來關注的 那當然這個星光上任所有的談話 大家可能都會過度放大他聚焦的重點 比如說講那個整病 大家就會說那還有誰誰誰跟誰病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 這個所謂大門開 這些包括這個台灣的金融能夠走出去 我反而會建議大家 往這個金融受惠的題材 也就是說這個星光上任裡面 提到的一些相關的政策利多 而不只是單純的整病的題材 那當然政策的利多 官方還有端出哪些牛肉 包括福茂協議對金融的政策 以及這一個波段裡面 從7月以來外資大量買超台股當中 其實絕大部分的比重 有很多都在金融 所以金融有受惠三利多 包括了政策的利多 福茂的利多 甚至外資的買盤 我相信這個金融股在這個階段裡面 都還會是在8月份的重頭戲 所以這麼三大利多當中 有沒有哪些個股可以特別來看的呢 是 當然這個金融股的利多 大家會看這個整病的題材 包括這個外資買盤 像之前的這個中信金是買盤的重點 還有照封金也都是大家關注的重點 那除了金融股之外 當然因為今天大家看到都是一個亮縮的格局 亮縮對全值股跟高價股來說 勢必也是有點難為的狀態 所以市場的資金買盤 相當青睞同廠的這些中小型股 成為一個中小型當道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這個跟這個Tesla概念相關的 汽車零組件的核大 還有包括業績轉機的題材的高峰 4510的高峰 甚至這個雲端的題材的橋頂 這也都是在電子傳產族群當中 大家可以特別期待的 也就是說盤面雖然是下跌50點 大家也覺得說電子的有打反攻白忙了一場 但是就針對這些業績的題材股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中小型的個股 我相信都還是大家持續關注的重點 DX社在亮縮下跌的格局當中 剛才提到的中小型股 以及低價股業績股就可以來觀察 謝謝分析師幫我們做了分析